第136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正在向老猴交代游泳池的龟壳 以及各处细节时 接到了杜曼雪的电话 于是莫小鱼边接电话 边回到了小别墅的房间里 手续都办好了 杜曼雪倚在他别墅的窗帘后 看着莫小鱼在自己家后面比划着 不知道这家伙想干嘛 办好了 我都想你了 再不办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莫小鱼不知道杜曼雪此时 就在他自己家里 还以为他在单位呢 说话也不敢太大声 你就那么想我呀 杜曼雪藏在窗帘后 掀开一条缝 看着对面的小别墅 继续和莫小鱼挑情道 你说呢 一日不见你 我都快要爆炸了 所以呢 我要这些人赶紧修游泳池 赶紧把这事办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来去自如了 等会儿 你修游泳池干嘛呀 你准备游泳过来吗 谁看不见你呀 笨蛋 杜曼雪笑道 哎 修游泳池是幌子啊 主要是为地道打一个结实的屋顶 到时候就不用做什么防坍塌了 直接就挖到你家去了 嘿嘿 你就做好准备吧 莫小鱼笑笑说道 做好什么准备呀 杜曼雪拖着长长的腔调 嗲死了 你说呢 不行不行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 我受不了了 莫小鱼气喘吁吁的说道 是吗 我看你跟那个卖房子的小姑娘聊得挺热乎的呀 杜曼雪在电话里酸溜溜的说道 莫小鱼一惊 但是瞬间意识到了 杜曼雪可能在家呢 于是挂了电话走出了别墅 对老侯和那个客户经理说道 老侯 你明天就开始施工吧 我最近这几天呢 还有点时间在这 过几天我还得出个远门 你们呢就先回去准备一下 我先去前面跟这家打个招呼 别到时候人家不让我挖 再有什么矛盾就不好了 老板你这说的对啊 这事您可得协调好了 不然我们这活也没法干 到时候卧工啊 那行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打个招呼 莫小鱼说道 宋总那两个人啊 莫小鱼迅速的到了杜曼雪别墅前面 四周看了看 然后敲门 自己的手指还没有接触到门板 那这门就自动打开了 莫小鱼刚刚迈进去一步 就被人拉到了一边 一个温润中带着热烈气氛的女人 冲进她的怀抱 喂 贾琪你怎么过呀 我刚刚听说你要出远门 啊别提了 学院里有个小女孩 叫顾可可 莫小鱼不愿欺骗动漫雪 所以呢就把顾可可的事情说了 好啊你 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呀 果然 这女人的醋意啊是天生的物质 不需要任何的发酵 只需要她们的同类出现在自己男人身边 就足以酿造出最酸爽的味道 你看你 你还和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我也只是见语勇围了一侧 还哪知道她就缠上我了 诶 我跟姬可欣还有过那事呢 你怎么不吃醋啊 姬可欣 哼 我有自信赢过她 杜曼雪翻身坐起来 看着莫小鱼嘟着嘴说道 诶 那对一个小姑娘 你就更应该有自信了 其实啊 我最迷恋的还是你 你啊 永远都是我碗里的那块肉 那至于锅里的呢 看着也是看着 我又没生筷子 对不对 莫小鱼起身 搂住杜曼雪的双肩 安抚着她 那你要是哪天忍不住 要伸筷子呢 杜曼雪回身 看着莫小鱼 嘴巴离莫小鱼的脸 不过三寸 那我每次伸筷子 我都会向你请示 好不好 你看看 我要是不对你好 我怎么会搞 这么大的动静呢 我居然要修地道 到你家 这个偷情的代价 也太高了吧 莫小鱼说道 你敢 你还真想伸筷子呀 顾可可 坐在莫小鱼宿舍前 大树的长椅上 双臂抱着双膝 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 在打架 她在等待着 莫小鱼的到来 顾可可很悲催的发现 自从自己决定 要倒追莫小鱼以来 那自己一直都是这样 在等待着她的出现 好像这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但是自己以前是个多骄傲的女孩 都是男生等着她的份 那自己什么时候这么见过呀 可是这样的等待呢 她愿意 因为莫小鱼 虽然为她花了钱 交了学费 甚至还给她零花钱 可是没有图她什么东西 甚至自己几次的暗示 莫小鱼都装傻充愣的 蒙混过去了 桑小鱼说 这就是莫小鱼的狡猾之处 欲擒故纵 顾可可开始时 还认为桑小童说的没错 但是慢慢的 她发现不对劲 因为好几次 顾可可从莫小鱼的身上 闻到了其他女人的香水味 顾可可这才明白了 人家根本就没拿自己当盘菜 她这才着急了 甚至想出来 让莫小鱼跟自己回老家 家里啊 其实并没有要求 她带男朋友回家这事 这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的而已 莫小鱼今天答应她 要和她一起出去 为家里买点东西 空手回老家呢 总归是不合适 在知道了莫小鱼 有了其他的女人之后 顾可可花起莫小鱼的钱来 再也没有舍不得的感觉了 哼 我不花 她也会给其他女人花 干嘛不花 不花白不花 诶 你在这儿等着呢 莫小鱼看着树底下的 顾可可不又问道 莫小鱼 你还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啊 你让我等你 你说的三点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都快七点了 你觉得让一个女孩子 等四个小时 你合适吗 顾可可先发制人 翘脸寒霜地 看着莫小鱼问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